舅舅真的很疼這個孩子 教練叫他跟弟弟這樣摔的 所以我不怪罪那個孩子 小朋友目前狀況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還是這樣子 那雖然他的腦壓是有下降 但是不代表他的腦傷就是有復原 發生這個事情 我相信司法會還弟弟一個公罩 還有至於說針對舅舅 你們在質疑他拍攝影片的動機 其實不是像你們所講的那樣子 因為我們都會記錄孩子的成長 在那一天 舅舅會錄那個影片是因為他發現 怎麼跟之前一些訓練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他把拍攝的影片 是要回來跟我討論說 是不是這樣子的力道不適合弟弟 我們就不要上了 而且拍攝這個影片 並不是在當下發生的時候 是在發生的前半個小時 999很自責真的很自責 他比我更愛這個孩子 我不怪罪那個小時難逗 那個學長我不怪罪他 因為他是因為教練 叫他跟弟弟這樣摔的 所以我不怪罪那個孩子 因為今天我相信他的心裡 也受到很大的傷害 一個小小年紀他必須要去做筆錄 或者相關的 他的心裡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了 我的孩子已經躺在那裡 不要再另外一個孩子受到傷害 不要了 所以我拜託你們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回歸正題 我們來幫弟弟擠氣 讓他看有沒有奇蹟的發生 我們來幫我們相關掃